周围全是石头 往外探索却别有千秋 地狱就在遥远尽头 而终界不远不罢休 这就是只有石头的世界三 哈喽大家好 我是鬼鬼 现在我们在压缩空间呢 试盖一下这个核分裂的反应炉 我当发现它效率真的是不够快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反应炉 放大好几倍 那我们的压缩空间呢 里面真的是不够大 因为这个占地实在太大了 所以我们赶在原本的世界 我在后面呢挖一个超大的空间 这个是极限大小 它是18x18x18的一个超级立方体 没有错是最大效率了 有够大 我里面放满这个燃烧棒 那效率应该是最高了 只是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哦 我现在里面呢 换另外一种冷却液是用钠 钠呢这边效果怎么样 因为它的量很少诶 之前的水很容易把它激动满对不对 因为水我可以瞬间得到一大堆 但现在的钠 诶 感觉产生的好慢哦 这边要先把盐水气态之后呢 再把它结晶变成盐 这个盐有ENC 所以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化学氧化机 把盐再氧化成盐水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式 另外呢则是做这种热力蒸溜方块 那里面水然后蒸溜出来也变成盐水 那这个量呢大概就这样 我们现在是速度加到最快 温度感觉要再提升它效果会更好吧 那总之我这边有很多盐水 盐水之后呢再放到 电解分离器就有钠跟绿 那绿的话就是把它丢掉 我这边主要是钠 但这个钠的数量 诶真的没有很多 诶钠它这个冷却速度 我觉得也没有比较快诶 你看我钠瞬间用光诶 你看温度爆死了呀 温度爆炸提升 对啊这个钠 有点没有用诶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还是用水好了 冷却液来说这个钠 我想说效果会比较好 没有 我们还是要换水吧 那这边要用我们终界除尾槽 把水灌进去 那这边我找到它这个 比较高速的一个管道 终极限管道呢 它这个效率是1TIG32000 那我原本之前这个通用管道 一体的话它只有到1万 所以它是3.2倍的速度诶 OK这个算通用 可是它这个专用的话 效率会更好一点 我们来试着 抽进去灌入 OK 我们这个水呢是有在 另外的增加中 就这个量会一次比较多 不然我们这个钠 真的没办法那么多诶 它这就10001000在跳 好现在是好几万在跳 你看这个水就会慢慢增加 我水量应该是够吧 因为我在下面有一个 各种的这个蓄水槽 没错用好多管线 好多的这个桶子来装水 然后努力的灌进去 这样的量够吗 那旁边加热过一条 我这边有一整片 大概有24台吧 在处理 不过之前在处理钠 之前的钠 我们现在要来切换一下 这边是要把蒸汽把它弄出去 我发现根本不需要盖这些机器了 我们直接拿这个流体热尸桶 它还可以清空气体 所以根本不用把里面 加热过的这个气体 再把它冷却成蒸汽 我们看不需要诶 等一下 哇这个桶子效率直接超高 加热过冷却力就可以不用理它了 我这边只要需要水就可以了 我只要水再更多 那我的效率就可以提升 我的核飞料就可以增加 那我这边的染料呢 目前效率还是满的 所以OK 诶那我们这里干嘛做那么久 我今天管线还接了那么久 根本不用诶 我只要一个垃圾桶就搞定了诶 搞什么 结果我发现我们的中介血潮呢 这个量好像真的太少了 我们就用这个大罐子 这样存进去一波 好像还是比较快 它这个 诶我虽然下面管线接了那么多 但 它那个消耗速度 好像来不及灌出去诶 所以我们可能直接 直接拿这个罐子来装 可能是比较有效的 我们再找一下 我们有更大的储存量 这个G5吧呢 是1024桶 那这边有一个黑洞储存罐 那我们现在要找 我那个如果可以一次把它灌满的话 我们这个视频呢 对于这个有没有效 黑洞储存罐 这有在升级 哇哦 这个大概是我们之前的 二 二 二 不知道好几倍 好两三百倍吧 所以只要有这一个应该就搞定咯 这边需要一个终极机械框架 这个 乙迷气体 这我们弄得出来吗 乙迷 高级机械 啊 这要一个一个合成上去诶 这个也是略麻烦 它的乙迷气体来源 好像只有一个要用雷射砖孔机 而且是砖液体 哇 这个这么难拿到 这我是还没盖 所以还是算了 我们就 我们就只好多用几个这个桶子了 那这边老样子呢 在下面放了一大片的机械手臂 这样的灌水量 哦 超快 果然还是要用这个诶 这个水就够多了 那我们现在启动 效率应该可以再高一点 OK 温度会稍微上升一下 大概就是375 然后我现在速度 可以再高一点吧 2 2倍 怎么样 水还在增加没问题 哦 我好像终于可以搞定它咯 我们的水量 还可以再多一点 直接来个10啦 怎么样 哦 水完全 不会 诶 我 补坏补坏 哎呦 我们效率可以大增了 目前合不了有3万多了 没问题 感觉效率可以再高 我们先把这边盖起来 效率直接拉到50 OK 它这个其实50才一点点诶 我水 水瞬间消耗了 哇 这个水还真真好 但是我们的合飞量好快哦 现在是100100在跳了诶 好开心的速度哦 哦 但水还不够 所以我们水要再增加 这边我们的唯一重点就是水了 呃这个燃料完全没问题 水耗超快 我们现在稳定 25应该是 可以补坏吗 25好像还补不回来 稳定20应该是可以 有吗 呃水大概蒸蒸减减 好像还不行 哇 重点就是水了耶 只要有无限的水 想办法弄出无限水 我就有办法把这个效率拉到最高 OK 那我们可能要再增加一点 2000 years later 好的 我们花了好多时间 我把效率做到最大了 密集恐惧症 小心了 我们全部呢 放了机械手臂 这里多夸张呢 这整片呢 都是水槽 这么多的巨无霸水槽 放一桶就是1000桶的水量 那这样子 这个至少少说真的是有几百罐哦 几百桶这样子灌进去 然后这么多手臂 其实耗能量蛮多的 我们再做一个这个 直接蒸汽机来发动 我们这边消耗大概6万多的能量 那 全部运转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到底可以多高速的运转 我目前呢 直接来100好不好 100 水完全没有扣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 核废料 大概就是一两百在跳 那继续啰 温度现在488了 我们这个 200 200可以吗 会 诶 会不会爆炸 我现在150 好害怕 哦 温度现在变540了 但是呢 我们水还是完全没有扣 哇 你看这个废料量 1000 基本上1秒不到1秒就有1000的量了 好夸张 那这可以存很多 所以没关系 我们先放着 呃 200 哦 温度600 我们这温度最多不能超过1000 对不对 不然好像会出问题 诶 水开始在扣了 诶 哇 200 200 我这么多 只能弄到200哦 你看看起来这个 燃烧速率 可以加到很高就是了 当然我想应该是会爆炸啦 我们来一个稳定的 180可以吗 我们要让水 不会扣 哦 还会再扣一点 诶 那我们165 这样子 哦 这个水也是正的了 吗 有有有正有正 好 我们再极限一点 就是再调整 170 这样子 差不多 有有再加 好 有再真真减减减减减减 嗯 这样有没有正 应该是有吧 一瞬间加回来 但这好像就是非常的刚刚好诶 这个不能出错 哦 一个水停掉可能就会爆炸 温度可能就会慢慢扣了 温度现在到568.97 哇 加热的速度 来看一下我们的核废料 已经有100万mol了 好高速 我目前全速运转 大概就这样了啦 差不多 因为这边超麻烦 是这些管线 全部都要调整过 每一个这个接口 你都要用板手去扳一下 让它输出 就没有办法 放上管线就直接 呃就是一定要抽水啦 还是要设定一下 小麻烦 那这边如果知道效率的话 就是这整片再灌水 你要真的极限效率的话 就是六面全都灌水就是了 只是因为超麻烦 好我们这边大概就是 呃一瞬间就放了几万桶水进去 然后那个消耗呢 也是一瞬间消耗 哦所以这个 呃要高效率真的是可以很高效 但就是会很麻烦 我们就以这样的量来发展好了 那这边的核废料呢 加上加压防御树跟硫磺 我们压错它的液体 就是这个破的 就算液体吧 然后再1000个 再跟腐蚀粉才变成一个 破球 我们之前只拿到一个 现在效率中的好一点 呃但是 呃 还是很不够耶 我们这个 要不要加速 加速看一下好了 加速应该有效 这样子怎么样 呃 囷 这随时会有问题 我有点害怕 这很容易爆炸 睡 水来得及 辐射 辐射 这样有在消耗吗 哦 temptation 我就还是正的 合废料还是可以多一点 或是我们多几台加压的啦 因為這個會比較慢 但是這個時鐘加速其實真的很有感耶 那重點是它會有一個輻射性 用進的這個合肥料我們要裝在桶子裡面 然後讓它慢慢的揮發 哇這樣夠嗎?我可能要再多一點 這個桶子如果打掉那個輻射就會露出來 所以我就是要一直堆疊 我要就是弄一大排 還是我要往下延伸 或是我的整片都是這個輻射桶 對我們想辦法要放這個肥料 然後它會慢慢的揮發嗎? 就變成正常的空氣就沒有那個肥料了 所以這個要再多一點會慢慢的衰變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速度怎麼樣 這個時鐘如果再疊上去應該是可以再更快喔 這邊我擴充一下放了60桶這個肥料桶 然後一直往下延伸 那最後會存到最下面然後滿了之後再往上存上去 其實如果可以平均分散的話應該會更好 不過我們這樣存一貫應該可以存非常多 容量是51萬 那目前我現在每一桶大概就1萬 我當然要消散真的是滿慢的 衰變真的是很慢 所以這個去發展下去可能是會滿出來的 不過應該夠放嗎? 那總之我們現在的 哇!有這麼多了欸 而且我記得這個只要三個就能做出一個起點 所以我們大概收集到1000個 我們這個機器大概也可以停了 我來看一下這個時鐘再加一個速度好了 再加一個時鐘會不會出問題 修論一下喔 水水水OK 水夠的 然後這裡 很快喔 現在大概 兩秒差不多可以產生一個 OK 然後我們的核肥料呢 有在消耗 可以啦就讓它 核肥料可以是負成長沒問題 這邊還有390萬的量 OK那應該是滿穩的 然後水 這邊還是調到一個讓水可以正成長 比較穩定的一個狀態 才不會出問題 好這樣子應該是我們目前的最高速度了 就這樣啦 這樣子 我們這個破球真的是很難搞定 真的要規模要弄得那麼大才行欸 不然這個就是最缺水了吧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可以 產生更多的水 然後灌進去這樣子 那只要有水 我們這邊就可以高效率了 那我們目前的起點呢 魔力鋼其實已經1000個已經夠了耶 我們之前那個有擴大算是還不錯了 然後再來火車的已經搞定 然後綠寶石差不多 這個還在放一下 遊泥石板其實也滿夠的耶 我這個 就是要自己手動先充了一下那個寶珠 會用完 但是這個可以用很久 這邊要觸發狂玩之點呢 就會慢慢消耗我們寶珠裡的這個血液 但我之前存了很多 應該是夠用 然後反而是我們的堅持軟糖跟生物起點 因為那邊都是用生怪磚 然後我有點久沒有在那邊了 所以這個倒是慘了慢一點 哇 還算多耶 然後我們來快速的製作一下 瞬間64個 然後再往下灌 OK這樣的量 我們這樣應該可以拿到個 兩三百個 這個速度 其實可能蠻快的 我們需求沒有到那麼多 153個了耶 我們來一下下 就有這樣的數量 我們大概多久有一個 大概三四秒就有一個 那其實很快喔 這種可以完全自動化的話 一定會比我們那個生物那邊還快 那麼我們已經完成23種的各種起點了 總算到了這個地步 好感動 我們現在還剩下最後一個大魔王就是 終極煲湯 這我們之後再來煩惱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全部都到齊了 然後如果最後一個完成 我們之後就能量產無盡吹發劑 就將近我們這個某組包的尾聲囉 那這23個起點呢 說真的 破球可能真的是最困難的 然後再來可能是 血魔法 那其他都還算蠻好發展的 因為這兩個我們花了兩集的時間 來完成 那當然有一件事就不用說了 其他的話 都算好做 氣球的話我們後面有做一個新的自動化 然後也是規模要提升 這樣就還蠻好做的 現在也有一千多個 不過血魔法我之前有接觸過 所以可能比較上手 那這邊這個 通用機械呢 這我比較少玩 所以這個發展 我真的是蠻困難的 快死掉了 都是化學的 逼死文組喔 好的總之我們今天呢 花很多時間努力完成了這個 超巨大化的 核份劣跡 總算是最高效率的完成啦 感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系列 別忘了按個喜歡支持一下囉 我們下次見 大家 掰掰 請 MIKE 好 深入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